今年1月 腦出血開到住院的納豆 休養4個月後 首度公開亮相 和女友姨姨一起拍影片 終於可以出院回家 納豆說就像在做夢 但是已經積不得入院過程 記得你自己那一天生病 那個時候 完全不記得是不是 對 因為我問過她很多次 她是完全不記得 那你記得你在 照X光藥斷層的時候 你有抓著我跟我說 叫我趕快救你 你說你這一次一定會死 你很害怕 你沒有附近的 依依一度講到哽咽 回憶起當時納豆突然昏倒 緊急開刀讓她嚇壞了 不過有把握黃金時間 在一個小時內進行手術 如果要真的要說怎麼樣 謝謝大家 然後才能表示說 我們的感謝的話 那 好像說不完 因為 對 對 很多 太多人關係 太多人關係 然後太多人付出一些 什麼給我們 那 我只能 黃暴 就是有新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現在 呃 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真的希望可以 把我們轉一些 分送的大家這樣子 納豆目前左眼看起來比較浮撞 不過氣色不錯 語速也稍微有點緩慢 納豆說她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透過這支影片 也讓外界得知她的最新景況 以上是最新消息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呢 導致 我們 在訊息中 在訊息中